世界佛教总部公告 公告字第2020-01-03号 学的不是本尊认可的经书法本 难以成就 特别注意 所有的佛教徒们 这是世界佛教总部一份极为重要的公告 每一个人一定要认真学习 必须学动 总部对每一个来的人都要查问实行考核 如果你没有学懂 圣德们不会接待你 你绝对不能参加任何圣意的法会 因此不可能得到内密灌顶的机会 更得不到圣意内密灌顶 因为你连圣意的性质概念都不懂 有什么资格接受圣意的灌顶呢 所以学懂这份公告 至关你们的成就解脱 大量转发 功德更是鸿深 请见复见 世界佛教总部公告 公告字第2020-01-03号 学的不是本尊认可的经书法本 难以成就 近日应本总部法师 士政达教尊的申请 由圣德主的上尊们修订了传统课颂 根据圣意精品测迁法规进行了则诀 没有成功 圣德们深感德品千量 有愧于佛教徒们 有佛弟子将此信息添加夸张 在共修会上传播 甚至张冠礼带说是南摩第三十多节腔佛 修订的课颂 佛陀做的哲觉 太不应该了 南摩腔佛对圣意哲觉课颂 早已表态 不参与圣意精品测迁的大事因缘 他的理由是21个字 我惭愧身躯无圣量道行 哪有感造佛菩萨的德品 南摩腔佛让我们自己解决 佛陀说 当凭你们几个犹如大海捞针 开出灼火道行早已成功 他拿出上座 已达到终极圣德正量 妄杂更是圣体胜利超凡的上尊 不也照常没有修成撤迁定性吗 我认为你们想用撤迁成功 难于登天 其实对于课颂 只要有正知正见学士修为 都能从书本中直接鉴定出 哪些违背了世尊的教法 一一修改就很好嘛 何必要去做一道做不起的难题呢 我身为拥有虚名的第三世多结枪佛 没有这能力 上次拿杵上座 到现在腰手都还痛 这就是一个普通修行者骂 我只知道明信因果 教人修行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没有本事做你们的圣圣测迁 万一哪天你们择绝成功了 但切记测迁是在无私利益他人 绝不可借修圣意精品测迁 收取信众们的任何供养 要无私奉献 清纯得品 如果你们实在无法扣天了 再去请更高的圣尊出面帮忙吧 佛陀的教化生生让我们无地自容 事实上当今佛教界也没有一人的圣量 道行能接近开除教尊 妄杂丧尊 哪怕我们就是把全世界的大法王大师请来 也是没有用的 南无羌佛拿出丧座 提显无人能及的圣体圣力佛陀道行 但他非要说自己没有圣量道行 身去不好 我们有什么法呢 请不动佛陀主持策迁 但是为了众生 能掌握圣意定性的正法科颂 总部决心以下 一定得修圣意精品策迁 我们虽然感造得品千量 但世尊说 法门无量誓愿学 绝不退转 佛陀们是持悲为本的 会不管众生吗 佛教徒们 首先大家自己要弄清楚 你学的佛法 咒语 严学的论学 戒律 经义 是圣意性的 还是世俗性的 这至关你们了生托死 还是白费光阴 轮回受苦 圣意佛法 不是哪一个人 口头说了 是圣意的 就是圣意的 而必须要经过圣意则觉 有本尊定性 凡属于圣意精品策迁 则出的圣意法本 就必须有时间 地点 人证 物证 凡是修圣意法 加上内密灌顶 确保修行成就 而修世俗佛法 很难成就 有的世俗法本 甚至会让修行者 黑夜产生 因为它是变了直的 外表看是佛法 实质上是参入了邪论误导 已经不是真正的佛法了 比如 主师们传承的 传统的早晚课诵 问题极为严重 现在随便抽几条 给大家看一下 让你们自己去体会 如何可怖 并不是我们无中生有 编造魔妖修改了 经历论课诵 大家看了就知道 这是事实 如在课诵中 如依众生未成佛 终不于此取尼环 那你就永远都没有 成就的一天了 因为众生无量 又如说 手嫩言王是稀有 消我一劫颠倒下 不利生其祸法身 愿今得果成宝王 既然内言经咒 让你一节的颠倒梦想 都消除了 不须今生起节 就获得法身成宝王了 那你念了这么久了 成宝王了吗 宝王没有成 倒是成了宝二 为什么今天造成是凡夫呢 现实摆明的 这就是魔妖篡改的经咒 毫无作用 又如顺弱多性可消亡 佛性不争不减 哪来多性 更无消亡复活 普陀山有饭馆酒楼 一切都得拿钱才能吃住 不是思一得一 思时得时 居然在课诵中 虚吹说 普陀山是流离世界 造大妄语业 而事实是 至高无上的观世音菩萨 曾释现在普陀山 我们要万分尊敬 客宋说 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 现在观世音菩萨 不应该是明选制度 选出来的官员吧 过去在任当如来 现在没有选上如来 只选上了菩萨 现在不是如来了 所以是现在观世音菩萨 魔妖篡改的荒诀邪论 正确的是 观世音菩萨无上正等正觉位 正法明如来 又比如 四家世尊明明在菩提加设菩提树下 正物不生不灭 法性真如而觉到 却在佛宝战中 篡改成觉到雪山中 又比如 四家世尊是在零三法会成佛 却被胡说龙华三会愿相逢 龙华会是弥勒菩萨成 降八佛的法会 不错 四家佛陀是没有决定 要去龙华会把加沙一波 亲自交给弥勒菩萨 而是佛陀把加沙一波 嘱咐给加设尊者 献加设尊者在云南基竹山 华首门中入定 等弥勒佛出世 交加沙一波给弥勒佛 要么篡改课颂 强行把释迦牟尼佛 拉扯成龙华会 混为一谈 边际都不沾 明明是世间所有佛境界 却被摩子摩孙篡改为 世间所有我境界 你能境界什么 你一个在学佛修行的凡夫 有什么本事把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境界 这不是明摆着的公开在殿上说假话 欺骗佛菩萨 骗天骗地吗 每天都对着佛菩萨念诵打妄语 或者初音十五念 每次说假话 为证严证地狱之罪 如此传统的祖师宗派传承客颂 就是摩子摩孙混进三团后 篡改正法混进了邪论的独流 目的在于让弟子们修法无功 反击大罪 堕入恶道 又比如 现在流传的关于世家世尊 给那些世人 罗汉或比丘授记的经 就是有严重问题的 按照授记定性 这是典型的宿命论 外道明信观点 是违背世家佛陀告知众生的 万法为因果的真谛 事实上成就的大小 时间快慢 该获得什么福报道量 全靠自己学佛修行修法 纵诸善因在变化不定中 觉到纵因结果 绝不是命运固定在什么节 哪一年成为什么 获得什么 如果每个众生都有定论命运 那就没有必要学佛修行了 每天除了吃喝玩乐 就去无恶不做 因为反正命运已定 时间一到就成就了世间的福报 出世的圣者 做国王 当大臣 成阿罗汉 成菩萨 成佛乐 这就是后来魔妖混进生团 干出的宿命论寿计 而佛陀的真正寿计 是以当下之因 当下之果 而不是过此以往 行持好坏转变 结因生果的真谛 所以大家要好好想一想 没有学到本尊认可定性的 正确课送佛法 那路将会走到什么地方去 因此真正的佛法是十分珍贵 而不是口头上书本上记载的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空洞假话 真正的佛法是真正难找到的 由圣意则觉定性三行完整具备的遗轨 绝不是市面上网上公开的 随便都能看得到的 而只有经书法里 常规的修行客轨 才是广普弘法 供大众学修的 但是往往公开广普的书本 有一些从佛史以来 很多文具乃至内容 都是正邪混杂 暗藏有严重罪错的 也有摩子摩孙没有改过的 比如 揪摩罗史法师翻译的金刚经 佛说 阿弥陀经 玄奘法师翻译的心经 但有些经 法 未经圣意则觉 除了佛陀等妙觉菩萨 我们也不敢断言决定正偏 注意 只要涉及到法 修行和真言 就要分圣意性和世俗性两类 圣意性是属于该法本 修行法 真言的本尊认可了的 比如 弥陀修法仪轨的本尊 就是欧敏陀佛 本尊没有认可的 就属于世俗性法本 修行法 或摩子摩�孙 篡改过的东西 圣意佛法 才是正确的 真正的佛法 圣意精品测迁的作用 是为了确保佛教徒们 找到正确无误的定性 圣意则觉的源起 是由于 扑曲魔王 向释迦佛陀请求 可不可以让他的 摩子摩孙 进入佛教僧团 学习佛法 佛陀念起妖魔 也是印度的众生 因此欣然同意魔王 说起 但脱寻魔王 却借此合法机会 利用他的 摩子摩孙门 穿上袈裟 进行曲解精益 篡改教义戒律 课送法本 咒语等等 大力污染 混乱正法 所以现在 全世界的寺庙 基本上 很少有成就者了 我们作为学佛修行人 说实话 很多人都反感 我们不会说假话 讨大家高兴 我们只能不打妄语 按事实说 比如想遇世界的 法陀寺 曾修大圆满成就 化红生的 有十万多人 当年 这真是了不起的 正法大事 但现在近几十年 一个红生成就者 都没有出现过 方化四族 法王 都成了无力虚可 不说化红光了 个个都并终了结 又如密宗里面 传着火定的丧尸很多 结果传法人 都修不起火温 这就是当今 摆着的事实 这是为什么 是摩子摩孙 早已进入 大多数的寺庙 创改了经书正法 加之为做圣意则觉 不能请佛菩萨 本尊来认可定性 就难有正法之修 所以当今 才难见有成就之人 有佛教界著名人物 八方叫嚣 他不承认精品撤迁 他说他自己 就没有经过精品撤迁 不同样是个大活佛吗 说这话的人 他一生都没有半点 圣者的道行可言 因为他是被错认成 圣者的凡夫 又没有经过精品撤迁 无奈之下 只好用反对 来作为遮羞部 挡住自己的凡夫脸面 从古至今 撤迁打褂 问补神域 太多种类了 很多宗教都有 但就佛教密宗而言 旧有佛主灵迁 观音灵迁 文书占卜卦 码头明王密修诸卦法 六字定圣真实明镜 六字真言取舍明镜 赞查伦法 阿底侠梦观卦 转张八丸问卜 精品撤迁 法器求证 律度母敬坛法 法门公语问实明镜 白法明门黑官则绝 最王牌的有非密宗类别的直系佛教大法 金刚本尊十项五部王牌顶级圣法 金刚圣威十项正法 金刚柱达众问实 八丰大政却亮明镜 金刚法曼显十明镜 圣法轮问徐明镜 但这五部王牌顶首圣威显法 都是佛陀们传授拿来 哲觉正邪对错真假的 但是如果不是大摩赫萨的道径 是修不成的 首先没有圣法器 因为只有大摩赫萨以上的巨圣 才有金刚义 金刚柱 圣法轮及八丰政令 佛圣训坛法旨 至于精品撤迁有两种 要看是常规的精品撤迁 还是圣意的精品撤迁 常规精品撤迁 从瓶中随便拿一支签出来 这是碰撞签 是桌机 如果再继续拿几次 只有不准确了 往往拿不到第一次拿的签 包括全世界非佛教的其他宗教在内的一百多种名签占卜 除了易经造译教生的人 占卜的六十四挂灵签 具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准确度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是一种随机碰撞而已 都是一些不准确的签法问部 这么多求签问部和摆证法 除了上述五部佛教直系顶级王牌大法 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另外就是二十一度母德感签 又称为狼九旺丹圣意金刚宝平撤签 和法门公语问十明记 德感签是人人都可以去撤的 是无间欲的正义正气以德平感造之圣签 是唯一一别于所有圣意择绝法 不靠神通法力 只凭修为德平感造本尊 互为之德感签 若遇俱善德主持策签 理念度达到百分之百准确 重新秘密封签覆策 同样如前一次策的一样 没有分毫差错 但修圣意精品策签 德感签非常繁硕 在二十一项法定程序之前 一般来说 要先进行修法诵经七天 必须在诵经后的第八天 所有参会人员到场开启敬坛 此时要由主持聚圣德 或者由参加法会的某教派或某寺庙 教所佛堂 禅安 散会 为了印证自己的教派或寺庙 教所 佛堂 禅安 散会是具有大圣德的 要同意他们推出他们的圣者或大圣者 施展限量辅葬 开葬取出限量秘藏的 绿度母禁坛法宝禁 义民造妖禁 以用在现场照看仓会所有人员中 有无魔妖混入 开葬时可借此修金刚神 若遇多位圣德出席开葬 第一开葬圣德就不可公开预言结果 只暗暗标明台位在纸上 所有出席开葬的圣者都试定保位后 按写台位编号 在同时拿出标志验证 切记不可犯戒 会正严正凭想象用猜测 这就造纵地狱之音了 一般的高僧大德是无法造建密藏法宝的 这是必须道行高强的大圣德 才能限量辅葬开启宝藏的 为什么必须在第八天限量辅葬 因为第九天就正式进入大殿 举行圣意精品测迁了 这时诸佛会封印碧色圣意精品测迁大殿 所以任何道立圣量无法启用 故必须在第八天限量辅葬 大圣德们才能施展圣正量 开葬取出密藏宝祭 圣意精品测迁是由十轮金刚为主尊 由二十一度母各管一项程序 这不是常规世俗的精品测迁 不是随随便便从精品里面 拿一支签出来就算数的 是必须按照铁定的法规制签 要按二十一项法规程序完成整个流程 从制签到测迁过程 都是在大众眼睁睁监视下进行的 一项也不能改变 不能缺少 必须要依序逐条 由参卫大众自己亲手实行前十五项 制签法规 主持撤签人不准参加制签 不准观看制签 大众把签秘密封肠制好后 才能放入金刚宝瓶 盖上盖子后拿上法台 进行第十六项 由主持撤签人在参会大众面前 当众开始撤签 在撤签时 总共要抽拿十支签 每一支签都必须合法准确 十支签一支也不能错乱 如果有错乱 就要当着参会大众 再次由十二位制签人 把签牌如法在段布下摸着装入签条 然后封口套入签袋里 当时再由主持者复册一轮 这第二轮测出的签 要与第一轮完全是一样的签牌内容 这才证明圣意精品测签成功了 同时证明主持测签人 就是实在的聚善德 相反 如果第二轮折出的签 与第一轮所折出的不相同 证明测签人得凭感召不了 佛菩萨到场应签 同时证明测签人不惧佛菩萨得辟 所测出的签是不成立的 不属于圣意定性 从历史来看 对于主持圣意精品测签 除了如莲花生大师 中各巴大师 马尔巴大师 吴沃姆大师 月贤王尊哲等真正的聚善德 能由此主持感召之力 其他无论是什么样的 著名佛教人物 无论他有多大的声望 多高的地位 哪怕小于全球 只要他是假的大菩萨 就铁定没有主持 圣意精品测签的得聘 因此无法修成圣意精品测签 他们为了遮盖自己 以凡夫冒充圣者的脸面 只好强烈诽谤反对 有一位名义上是所谓的大法王说 他不知道圣意精品测签 只知道旧王朝政府加固认定的精品测签 这太正常了 如果他都了解圣意精品测签 那他就是大胜者了 凡夫冒充圣者的人 有什么资格机会 见识过圣意精品测签 这就犹如种庄稼的农民 放牛羊的牧民 根本不知道宾州时怎么开采 南非转是怎么回事 宇宙飞船怎么载人上月球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 这叫隔行修滩地 外行不知内行事 出地不知恶地事 菩萨岂知磨喝尽 包括弥勒菩萨 到现在还有不知道的 释迦牟尼佛 无上正胆正觉的佛觉呢 但是我总部会把圣意精品测签的法规 留成公诸于众 也许这一交告 会遇上真正的佛菩萨俱胜德 能帮总部完成历生救度心愿 那真是万分感恩 顺义精品测签主持者 必须是实质上的佛陀 和等妙觉菩萨 大摩和尚 方可有得品和资格 改造佛菩萨本尊入坛 亲自认可定性 别的任何大圣德 乃至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的法王 佛佛法师等 都没有能力修成圣意精品测签 因为在圣意精品测签 法会殿堂上 神通道立分文不值 全都会由诸佛封印闭塞 任其有陶田神通 也无法启用 本尊唯一只应得品感召 因为圣意精品测签 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抽囊的 绝不需要封建迷信 神们玄乎怪力乱神法力 只要道德品质纯正 无私利益他人 就可以抽签 所以限量辅葬开葬取宝镜 不可以在已被封印测签的大殿 消失的圣正量的第九天当天进行 否则就无法限量辅葬开葬 能参会倾鉴圣意精品测签的人 要有无使修来的福报法源 一万个佛教徒中 难有一个有此圣因 凡能列习此圣因法会圣意精品测签 加之护法功大 实作佛侍者 自然种下强大圣法基因 此类人就容易获得内密灌顶 则觉过关 佛菩萨清零灌顶坛场 在你面前认可你 所以这并不是书本上经常都能看到的 百千万节南昭御的一句空话 圣意的精品测签 基本上整个佛教界都很难找到了 由此真正佛法没落的原因 使得那些无道凡夫 被错误认证成圣的假法王 假佛佛们 他们自己没有道行得进修成 圣意精品测签 就只有用抗议反对 不认可 没有这个精品测签 来为自己遮修了 有些声望名头大 而无真实道行正量的大法王 大佛佛 大法师们 对圣意精品测签 是只有六个字 唯恐必知不及 生怕增上这个名字 因为他们并不是 莲花生大师 忠克巴大师 马尔巴大师 吴沃蒙大师 月弦王尊者等 据圣德的道行得进 若提到了圣意精品测签 自己又展现不了赶造佛菩萨到场定性的德品 那不成了当下丢脸 至少倒霉吗 这就跟拿储上座一样 假冒的佛菩萨唯恐必知不及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自己是凡夫冒充圣者在片外行的虚可体 没有真正的佛法 没有丝毫圣体成分 一旦沾上拿储上座 就只会丢脸倒霉 而唯有震到了圣体质 圣体力的真圣德 才能拿起上超十二段以上的重量 事实上从扑曲魔王发下恶院至今以来 佛教界就进入了一大批 冒称什么几代祖师 慈祭甲大空的五道大人物和妖师 五脏臂结 身体虚弱无胜利 连基本达标的金刚柱都拿不离地 这些以邪恶凡夫身心冒作甚位的假货 除了反对 大力诽谤圣意精品测迁 来为自己遮丑 还能怎么办呢 可怜的人啊 大家想一个简单而科学实在的问题 那就是 无论反对者的身份是法王 太斗 还是众人捧为什么佛 什么大菩萨的化身 或者多少个佛和菩萨的合体化身等等 若他真的是佛陀大菩萨再来的大圣德 怎么会不敢主持圣意精品测迁 请佛菩萨来显圣呢 连十字千都不敢抽出 这是大菩萨吗 聚圣的得体何在 这世上有什么为力众生的事 是一个佛陀等妙诀大菩萨做不到的呢 最高聚圣必须是五具量资 一具物赠本性 实证明心见性 二具实证圣体 体显圣体质 圣体力 三具量赠得品 达到得品感造佛圣 四具法赠外力 能适用高强法力 五具自证五元 成就圆满五名高峰 你到底证到了哪一具呢 如果一具都没有 还做大圣者法位 不是凡夫做圣位吗 特别是圣意精品测迁 不可缺少三具量赠得品 否则就别想成功测迁 如果你位赠得品感造佛圣 所以你不能与佛菩萨相通达 感造不了佛菩萨入坛 显圣则觉定性 因此才没有本事主持圣意精品测迁 但某些人为了保住他那些 亦凡充盛的虚名和既得的长期利益 就只有反对圣意精品测迁这一招啊 然而问题又来了 作为一个凡夫属子 自己修不了圣意精品测迁 自己都做不到 一个凡夫外行 还哪有资格对真正佛菩萨道场定性的 圣意精品测迁说三道四呢 不管是什么大法王 大佛佛还是大师也好 既然你宣称你的教法才是正法 那你就拿出你的三具量赠得品 来证明给大家看 你有资格说你的教法 客颂是正宗教法 要不然你就把五具量之中任何一句展显出来 让大家见识一下 都算你是掌持正法的 正不正确 绝不是凭你的历史传承和你的口头空洞乱说的 讲故事说评书的人比你还会编 拿出你的道行 得品来修圣意精品测迁 给公众见证吧 只会站在那里叫嚣反对 不论可圣意精品测迁 只会吹嘘骗外行迷惑大家 误认你这个凡夫是大圣者 掌持的是正法 你外表光鲜亮丽 内职却是一个假圣者 真凡夫还冒充佛菩萨 不是我们看不起你 不要让你展示五具量之 就只让你拿出五具 其中一具自证五元 你都做不到 这还是什么菩萨 好好忏悔修行吧 可以想象有些佛教大人物 见到我们这个公告以后会无名烦恼 自己展开诽谤 我们非常欢迎你对号入座 正好见证一下你的本质 来圣基士拿储上座 证明你具有真正的圣者体质体力 拿出你得感精品测迁的道行 我们会真诚恭敬你 把你作为贵宾接待 世界佛教总部 2020年6月17日 大学小联系 大学大学生 平均 地带 大学生 中文静 神正 大学生 感谢观看